因為日檢敦目艦隊士兵召回選擇在技大附中前 縣府衛生局收到消息之後立即聯繫埔里政公所 並在今日進行消毒的工作 里長表示 這次海軍召回選在學區門口實屬不治 因為該區鄰近醫院及學區出入人口非常的多 一旦爆發感染 後果也會相當嚴重 也希望軍方能夠檢討這樣的作為 讓防疫工作能夠做得更好 做這些召回動作 既然來臨我們要按理技大附中的頭前 讓他接觸的人群更多 讓導致於這些學生的家長人心惶惶 導致不安 然後為什麼我們國軍這一次 怎麼沒有考量比較精細一點 讓他接觸的人面人群比較少 然後防疫又做得更好一點 縣長林明珍表示 針對國軍緊急召回 選擇在學校門前 縣府事前也未接獲通知 希望軍方針對這個部分能夠來改進 一旦有召回的情況 一定要事先通報地方政府 並且能夠選擇人員較少的地方 才不會造成防疫的漏洞 希望以後 軍方在這方面 也要有所改進 任何有疫情到地方社區來 一定要告訴我們當地的地方的政府 讓我們了解 他可以來做防範的一些工作 要如果沒有做防範工作的話 那麼不曉得老百姓 縣民又碰到的話 又再傳染到社區去 這個事態是非常嚴重的 我們是不願意露見的 希望大家共同來維護這個疫情不要再蔓延 縣議員陳怡君表示 因為基大附中校門外 是屬於一個比較開闊的空間 且縣府衛生局獲報之後 也立即聯繫公所前來消毒 也請民眾不要太過恐慌 平時做好自我防疫工作 並且實時接收中央疫情指揮中心的訊息 確保自我健康的安全 在南投縣的衛生局 馬上聯絡我們的埔里政公所 做一個緊急的處理 今天早上八點半 就在這邊做了一些消毒 剛剛有聯絡衛生局的局長 局長講說 請大家不用過度的慌張 因為一來他是戶外的一個地方 再來就是 有時候有一些事情 由中央疫情指揮中心 給我們最正確的一個訊息 除此之外 請大家不要太過度的慌張 副理長潘一泉表示 任何攸關防疫工作的部署 應該要有橫向及縱向的聯繫 這次一難召回 地方政府卻是最晚知情 也是非常的不妥 也希望往後有類似的情況 所屬單位能夠與地方政府聯繫 才能讓防疫工作更到位 保護民眾的生命安全 記者陳偉一 埔里採訪報導